以下是张鑫的自述 1994年 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的非贼案 嫌疑人偷了29户人家 其中9户是部委领导及知名人士 社会上流传嫌疑人会飞檐走壁 影响较为恶劣 公安部将之列为一号辣案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将我推荐给了北京市委 协助办理此案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老傅 向我介绍了该系列共20多起案子 经过确认作案地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这些点连起来成善面 从天安门广场开始 向西北方向辐射 嫌疑人基本每次偷两户人家 我推测他的心里 应该是先偷相对远的一户 把警察引向远处 再跑到近的那户去偷 将最靠近天门广场的两个作案地点 连起来 向东延伸 嫌疑人的藏身处 便指向了北京火车站这一带 然而车站周围范围也很广 为了再圈小点 我就骑着东郊民向 拍了所民警的一辆自行车 跑了20个现场 这下巧了 我从这里出发 骑到每个现场的时间都刚刚好 当时我预感到 这小子很有可能就住在东郊民向 便将这个想法告知了老父 与此同时 北京公安也在紧锣密鼓地调查此案 有两位民警着便衣 在一位部长家遵守到了嫌疑人 当时那人从屋顶上跳下来的时候 被家里的老保姆发现了 民警听到响声追出去 但已经是来不及了 嫌疑人只用了两秒钟的时间 便纵身越过了2.5米高的墙 跳了出去 为了还原现场 北京公安分别请来了几位 北京武术队队员 李连杰的师兄弟 防暴队员及消防队员做实验 除了一位消防员用三秒钟跳出去之外 其他人都跳不出去 消防队平时主要训练的内容就包括攀爬 那位队员又是业务骨干 更为专业 这才能做到的 这说明嫌疑人的确是有点本事的 为了给我提供模拟画像的素材 北京公安找来了现场的五位目击者 包括两位民警 老保姆 和路上的一对妇女 我问民警距离嫌疑人多远 他说至少是20米 所以没有追上让他跑掉了 因此两人只看到了嫌疑人的后脑勺 老保姆则说他有点像我家的二小子 我问他你家二小子多高 他说一米七四 我问什么脸型 他说是长脸 那对妇女中的八岁小女孩 先发现了嫌疑人 当时对他父亲说有人打架 小女孩说的没错 前面一个人在跑 后面两个人拿着棍子在追 警察当时没有配强 那不就是打架吗 小女孩的话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但由于嫌疑人跑得太快了 所以他只看到了对方的脑门 小女孩一抬头的时候 看到了嫌疑人的脸 小孩子通常对细节很感兴趣 大而全的东西反而看不出来 于是他清楚地描述说 那个叔叔眉毛细细的 眼睛也是细细的 鼻子尖尖的 然后两个腮是凹进去的 嘴是扁扁的 他父亲则补充了一点信息说 他像是一个半秃子 我听后特别的高兴 身高 脸型 五官等特征都有了 这不就齐了吗 我很有把握 很快就画完了 老傅开玩笑说 我可要把画像发出去了 你要是画错了 这辈子就翻不了身了啊 我开玩笑的反僵了他一军说 我不怕他 我在上海画了这么多的像 一天案子就破了 这次就看你北京的了 因为还有其他的任务 画完像我就回了上海 画像发出后的第二天 西华门公交分局反扒队 在公交车上发现了 有个人跟画像上长得很像 两个反扒队员拿不准 用对讲机问他们队长 抓还是不抓 队长和一名实习民警 立刻开着摩托车过去 见到那人真的是特别像 于是上去抓住一领子 控制住了对方 后来一审 他果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飞贼 飞贼供述 自己叫曹延祺 正是26起重特大盗窃案件的作案人 据统计 曹延祺共计切得人民币57.6万余元 国库券23.3万余元 各种债券2.9万余元 股票存单3万元 人民币存单20张 内存人民币10万元 港币1.3万元 美元4400元 日元3.3万元 即摄像机一架 照相机三架 手持电话机一部 各种手势60余件等大量财物 保守估计 价值人民币93.2万余元 锒铛入狱的飞贼曹延祺 坐在监房内发呆 同间人问他 哥们 你让飞檐走壁 怎么落得跟我们一样啊 不应该呀 古代大侠都是杰富济贫的大牛逼货呀 曹延祺叹了口气说 妈的 上海来了个不应神探 把我画的也忒像了 哎 栽了 民警顺藤摸瓜挖出了吴长喜 并训计朝秘云赶去 准备实施抓捕 那天下午 负责帮警方先观察情况的村干部 来到了吴家 向吴长喜的父亲打听 他是否在家 吴长喜感到事情不妙 于是来不及多想 揣上赃款 一口气跑到了村子后面的山上 吴长喜对这片山太过熟悉了 加之他又轻功在身 于是迅速地甩掉了摸上山来的民警 向大山深处逃去 他这一跑就是四年多 直到1999年被逮捕归案 吴长喜潜逃了四年 都干了些什么呢 自1994年10月 26岁的曹延齐落入法网 吴长喜的名字 也上了官部的通缉令 他再也不敢贸然回密云老家了 于是他携赃款 跑到了河北省兴隆县 几个远方亲戚家 躲避丰盛 并改名陈志 吴长喜先用赃款 在当地投资了三万五千元 入股小煤窑 可不到半年 煤窑起火报废了 不但没赚到钱 反而把本也赔进去了 之后 吴长喜一五会友 认识了当地的齐某 二人商量生财之道 决定在兴隆县乔迈岭村 租借该村 严毛一厂的厂房 开完武馆 招收学员 那时候 在城市开武馆 都不一定能挣到钱 更别说是农村了 农民土里刨石 供一家吃喝外 家孩子上学 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哪有闲钱送孩子学武术呀 武馆实在是办不下去 吴长喜便与兴隆县告别 另寻他乡 其实吴长喜也没有闲着 他托人搞到了一个 盖有河北省某市 体委刚硬的教练证 和教练员练功合格证 这两个证件上的名字 都是陈志 吴长喜带着这两个 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走南闯北 他先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下辖的县级市 搞成是开办了金英武校 虽说学员没有招了几个 可学费收了不少 眼看学员一天比一天少 吴长喜干脆就协款外逃了 一走了之 像极了今天各种跑路的健身房 艺术培训机构 他先后又窜到了 山东省宾州市 河北省吴吉县 广东省广州市立湾区 及辽宁等地 两张伪造的教练证 成了他谋生职务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吴长喜凭借着教练证 和拳脚功夫 在辽宁某金矿打工时 被一个私营企业老板看上了 先是当了几天保安员 后又干上了老板的私人保镖 收入还不错 如果该老板知道 吴长喜是通缉犯 恐怕再好的功夫 也不会用他 后来 该老板因个人原因 离开了金矿 吴长喜就又没有事情可干了 就是这样 吴长喜在全国各地 窜来窜去 可谓是行走江湖 纵横千里 到1998年底 他觉得风声已过了 于是决定返回京城 吴长喜返京后 又干上了老行的 没了曹元祺的谋划 他不敢再染指大宅院 这次他选择的作案目标 大多是平房大杂院 他的作案特点 是进了胡同就上房 发现目标后再跳进院 据后来吴长喜本人交代 在他的印象中 在房上寻找目标时 至少有三四次被质保人员发现了 慌乱中他随口瞎编借口 有什么摘枣呢 逮猫呢 轰鸽子呢 随后是一走了之 治安人员如此的好糊弄 居民的警惕性也如此之低 这使得吴长喜更加的胆大妄为 1994年4月2日 深夜的北京 一条黑影在重温区前门地区 一片临次治比的平房上移动 像夜猫一样忽左忽右 忽走忽停 不知翻过了多少勾勾坎坎 和交错的山墙房脊 不断地搜寻着目标 可两个小时过去了 他仍没有找到可心的目标 他沉不住气了 索性从三米多高的房上跳下 然后开始串胡同 凌晨两点 黑影走到了前门草场十条 十二号 发现了这个大杂院的院门敞开着 于是他捏手捏脚地进入里面 环顾四周 他终于瞧见了一户挂着名锁的人家 于是拿出了扳手开始撬锁 一阵拉抽屉翻东西的声音 传到了住在该院居民小郑的耳朵里 私存片刻 小郑判断是从隔壁的张家发出来的 但自打去年入冬以后 张家人就搬到楼房上去了 房子一直是空着的 小郑恍然大悟 肯定是招贼了 于是小郑悄悄地将电话拿入被窝 蒙上了被子 拨打了110报警 四分钟后 接到出警命令的重温分局 巡警支队 紧急警务车组的组长胡通生 以及前门派出所副所长李威 已分别率队赶到了现场 两队民警会合一处 悄悄地摸到了张家门外 确定里面还有翻动的声响 于是一起冲了进去 小偷大吃一惊 立刻闷头往外冲 他凭借自由练就的武功 挥舞扳手行凶巨捕 搏斗中 两名民警负伤 最后 民警与文迅赶来的居民 齐心合力 将小偷勤获 在前门派出所里 民警从小偷身上搜出了 署名陈志的教练证 和教练员练功合格证两张 还有一堆项链 耳钉 戒指等首饰 小偷供述说 我是河北兴容县的 刚到北京准备打工呢 保证是头一次 以后可不敢了 说话很坦然 但口音不响 民警断定这是谎话 况且从他那 经过加工的扳手来判断 一看就知道 是专门用来撬锁的 两个民警 焦坏了一下眼神 这家伙可不是 一般的鸡鸣狗盗之徒 很可能是条大鱼 民警轮流审问 穷追不舍 知道填鸣 小偷见没有任何的希望 能够蒙混过关 才老实地交代出了 真实身份 此人正是吴长喜 十年三十一岁 命运农民 而搜出来的那堆首饰 则是他前几天在东城区偷的 吴长喜的交代 令民警兴奋不已 原来坐在眼前的这个家伙 正是曾在四年前与曹延祺一起飞檐走壁 疯狂作案二十六起 随后又潜逃至今的另一个飞贼 仅从1998年年底返京 至1999年四月 吴长喜被擒获 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作案了二十余起 且得首饰 相机 手机 PPG 及人民币 总价值不低于七万元 第二天 北京各大报纸争相报道 曾专以篡量阅脊 飞檐走壁方式盗窃的 非贼之一吴长喜 被通缉在逃四年之后 回京重操就业 日前被北京重温公安局抓获 而此时 待吴长喜上到了曹延祺 早已被枪毙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4条规定 盗窃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的目的 盗窃公司财务数额较大 或者是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 携凶器盗窃 爬窃公司财务的行为 一 个人盗窃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 以一千至三千元为起点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是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二 个人盗窃公司财务 数额巨大 以三万元至十万元为起点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三 个人盗窃公司财务数额特别巨大的 以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为起点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或者是没收财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可以根据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 参照上列数额 确定该地区的执行数额标准 并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其实从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来看 曹彦齐的犯罪行为 单纯为了刑切 即便他盗窃的钱财数额巨大 但也并没有伤人杀人 法律意义上来讲 其实不至于判处死刑 而吴长喜得到的判决结果 肯定也是量刑较重 但暂时没有查到相关的权威资料 本案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再见